主席 全國人大副秘書長李飛說過 政改之爭的本質 是對香港特區管治權之爭 有人借助外部勢力不斷挑起政治紛爭 企圖將香港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 大家當時聽了李飛的講話 可能認為反對派這個爭權的範圍 只是圍繞政制改革方面 但是當看到反對派現在提出的 這二百多項有關管治、政制發展 和地區行政的修正案之後 就會擔心他們對特區管治權的爭奪 已經不是關乎政制改革那麼簡單 而是要癱瘓特區政府 甚至摧毀整個香港 反對派議員透過這二百多項的修正案 不僅削減特首和主要官員的薪酬 亦分別削減特首辦、政務司司長 和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的運作開支 近乎打散整個政府管治團隊的運作 更不堪的是 削減主要紀律部隊包括懲教署、海關 和消防署的個人薪酬和部門開支 近乎將整個維護香港法治和社會秩序的能力都要斬 假如修正案真的獲得通過的話 到時可能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可能會出現的是所有監獄都不設防 不會再有懲教人員把手 亦沒有海關偵查人員緝毒去打擊水貨 亦沒有消防車去救火救人 這樣與癱瘓特區政府摧毀香港有什麼分別呢? 這批修正案顯示反對派的議員 如何去爭奪管治權 亦都赤裸裸地反映出他們如何公佈私仇 透過修正案來辱罵和懲罰在佔領期間 盡忠職守的公職人員 七十九日的佔領行動 衝擊法治 破壞社會秩序 損害經濟 騷擾了市民的日常生活 遭到港大市民的鎖氣 警方因此根據職責 法庭的判領和社會各界的支持 清除路障、環路愚民 恢復社會秩序 同樣地律政司的人員根據職務 維護法治、檢控佔領示威者 但是反對派的議員 就針對性地要削減律政司、保安局 和警隊的薪酬和運作開支 將他們無理的不滿和怨恨 發折在這些公職人員的身上 曾幾何事 立法會議員非常關注前線人員 執行職務的時候 是否安全、裝備是否先進和符合 現實需要的 例如在朱鎮國警員的慘劇發生的時候 議員就非常關注前線警員 限單必的安全問題 2012年2月討論消防處 開發資產管理和保養系統的時候 也有議員要求處方必須加強保障 前線消防員的安全 主席但是我們看看今天 這些反對派議員 竟然不顧前線警員的人身安全 反對購買水炮車 任由他們將會受到 暴力示威人士的正面衝擊 我們這段時間也有很多的討論 也很清楚知道 水炮車的目的 是要在群情洶湧的時候 防止暴力示威者衝擊警方的防線 藉此將示威者和警員保留在適當的安全距離 因此水炮車是控制人群和社會秩序的 必然的警力裝備 也能夠減少示威者和前線警員受傷的機會 反對派議員現在秋後算帳 千方百計要削弱警力 這種做法實在是非常可恥 我們環顧一下外國的警方 例如英國、比利時、新加坡、韓國等 他們都備有水炮車的裝置 並且顯示能夠有效地驅散示威者 英國警察處理佔領倫敦運動的時候 就出動了催淚彈、閃光彈和水炮車去驅散示威者 歐洲經常都有球迷爆發騷亂 據報比利時差不多每隔一個月 就要用水炮車去控制因為球賽而出現的人群騷亂 十幾日前 南韓也有示威者因為不滿意當局處理 細月號沉滅的事件 而強行前往總統府抗議 南韓警方也使用水炮車來驅散群眾 防止爆發更大的衝突 主席,我無意在這裡討論這些示威者的目的是否正確 我只不過是以時論時 當有大型示威情況出現的時候 就會影響到社會的秩序 甚至可能會造成示威者和警員的人身安全 當這些警員和示威者的人身安全受到危害的時候 擁有這些噴射裝置的水炮車是世界各地警方普遍使用的裝備 主要的目的是保護人、市民和警員 經常將國際標準掛在口邊的反對派議員 現在又反過來,又不准購買這些水炮車了 亦都說到水炮車很可怕 認為警員是會開著水炮車亂射市民 但是他們亦都不會理會 當再有大型這些公眾示威出現的時候 對市民和警員的人身安全 我們還有甚麼方法可以做得更加好 這些是否雙重標準呢 我想市民都心對有數 我們香港一直都是得到安全城市的美譽 除了靠港大尊重法治和守法的港人之外 亦都是因為我們擁有一班專業盡職的警務人員 但是發生佔領行動之後 違法不等於不尊重法治這些歪理就充斥 已經不斷地荼毒香港的青少年 亦都侵蝕香港法治的根基 現在反對派議員又再提出大量的修正案 削減警員的薪酬和裝備開支 就等於要我們的警隊自斷相秘 削弱香港維持治安的能力 再加上其他削減決策局和執法部門的 預算開支修正案 幾近就癱瘓特區政府了 主席因此我反對所有相關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我謹慈陳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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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